第四个呢我们说 现在各个国家的金融机构体系的分类和一般构成 金融机构体系可以分为两类 刚才在这讲整个框架的时候说了 一类是国家金融机构体系 一类是国际金融机构体系 那么从国家金融机构体系来看呢 都是在一个主权国家或者一个独立经济体 存在的这么一个相互关联的一些金融机构一个系统 所以按照不同的标准 金融机构可以有很多的分类 你比如说按他能不能吸收存款 我们可以分为存款类的非存款类的 按照金融机构的职能 可以分为管理性的营业性的或者叫商业性的 那么按照这个金融机构的业务 我们可以分商业性的政策性的 按照金融机构业务活动的地理范围 我们可以分国内金融机构 国际金融机构等等 有不同的分类 现在教材这个体系当中 我们主要是采用了MF的这个统计分类 而不是采用原来传统的那种分类方法 因为这种分类呢 它能够跟国际各种金融机构的口径可以对接 包括跟其他国家的分类可以对接 按照MF的这个统计分类 它主要分两大类 就是存款非存款类 存款呢 主要是说你可以吸收存款 因为这一条 同学们要特别注意啊 这一条是所有国家管理金融机构 最为重要的一条 那为什么要管你能不能够吸收存款呢 因为存款是公众性的东西 你能够吸收存款意味着国家就等于给了你一个这个信用的一个认可 所以呢 我们说因为吸收存款意味着就是你面向社会公众来吸取资金 这类机构理论上说给了你权利 你就可以通过你的这种业务的资质来吸收社会存款 是不是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资金来源 如果不让不让你吸存款你就比较麻烦了 你只能通过市场去借啊 通过发债券啊 通过什么去融资 那么你的业务是不是就受到极大限制 所以能不能吸收存款 从对金融机构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它的资质的问题 也关系到它的业务发展 那么也可能有同学说 为什么把存款的时候管那么严格 因为存款的面 特别是这种小额存款的 它面临着千家万户 特别是广大的劳动者 包括一些中低收入者 它就那点那点这个养家活命的钱 那它放在你这 如果你资质不行 你好你去高风险投资 赚了是你的赔了存款人倒霉 这种机制怎么能成立呢 你们想想是不是啊 制度设计怎么能这样去设计呢 肯定不行的呀 所以责权力的匹配 这是法律上最基本的一个要义 因此它会体现在所有的层面上 那么存款类的主要有中央银行 商业银行 各种专业银行 包括信用社 财务公司 金融助力公司 这一类呢 现在我们都把它叫存款类 那么非存款类呢 就是说你不能吸收存款 但是你可以通过别的方式去筹集你的资金来源 比如保险公司 信托投资公司 证券公司 资产管理公司 期货类的 各种专业投资公司 各种信用服务机构等等 那么你就通过你自己特定方式 比如保险公司 通过收取保费 信托投资公司 收取受信的时候 信托的费用 证券公司你可能收取经济费用 或者咨询费等等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呢 这是咱们国家金融机构的一个 全部的一个资产总额 那么这是我们现在银行业 我们现在用银行业来 来来表示 非银行业的相对很少 就是我们存款类的还是占比是非常之大的 一百三十三万多亿 但是我们的非银行业呢 只有三万多亿 这是我们说的呢 关于存款和非存款类的概念 那么这两类有什么样的一同呢 共性来说 无论存款类还是非存款 它都有特性 都是金融机构 所以都具备了金融企业基本特性 也都不同于一般企业 其中特别是三条很重要 一个它来源于资本高杠杆率和行业垄断 才有些特殊的利益 因为我们知道 所有的金融机构 实际上它的自由资本 按照 比如按照银行业来说 我们都知道现在有832协议 那就是按照83来要求 那是要求最高的一个协议 就按照它来要求 它核心资本是不是只有4% 那意味着杠杆是很高吧 你就加上负数资本 不就8%吗 对吧 现在我们如果说各种都加上去 也就是11 12嘛 这样的话 它的资本的杠杆率就很高 就它用10%的资本 它可以用100的 10块钱可以做100块钱生意 是不是这个概念吧 因此我们说杠杆率很高 再一个因为银行业 都是有准入门槛的 它不像一般的工商企业 不光有资本要求 还要有人员素质的要求 有各种各样的要求 开放度是有限 是有门槛的 再一个呢 经营运营当中呢 它有一种特殊的风险 包括信用风险 经营风险 公信力的风险 竞争的风险等等 那么同时呢 它们都要面对经营管理当中 都要坚守一些特殊的原则 我们刚才讲 它要匹配它的安全性 流动性和盈利性 这是基本的共性 所有金融机构都一样 无不例外 但是呢 也有个性 因为类别不一样 所以各类金融机构 它们有差异 比如吸收资金的方式不一样 银行是靠吸收存款 那么像那些投资公司 它是靠发债 发债 有的呢 像保险 它是靠吸收保费 租赁业发展 是靠收取租赁费 第二呢 业务种类不一样 那么比如说 存款类的 可能更多是从事 跟货币业务相关 跟货币流通 跟资金融通相关 那么像投资类的呢 主要是做这个投资 保险呢 它主要是跟保险相关的 卖保单 然后理赔 然后投资 资产运作 然后再来反扑保险业 业务的这个种类不一样 包括业务经营当中 所处的地位也不一样 你比如说 银行 那发放贷款的时候 变成了债权人 企业变成了债务人 那么我们说保险的话呢 它是一个投保人 一个受益 一个被保险人 所以信托的话 也是这样 有委托人 有受益人 它这个关系啊 是不一样的 你包括你到 区块商去那儿 排护 那他就是你的经纪人 你是他的客户 所以我们说呢 他们所处的地位不一样 第四个呢 他们在经济当中 发挥的具体职能也不同 大量的存款类机构 主要是进行资金融通的 就是融资提供支付 融资 包括各种金融服务的便利 各种中间业务的开展呢 提供更多的便利 但是呢 像保险类 它主要是发挥一个管理风险功能 那么比如说 证券投资类 主要是便利投资活动 提供各种投资服务 甚至呢 现在可以通过提供融资融券 来促进投资的活跃 所以他们在经济当中 发挥的具体职能 是不一样的 那么从关系的角度来说呢 所有的金融机构 他们都是金融机构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共同为经济社会 提供全面完善的服务 所以呢 你要说谁取代 谁实际上都是 都是不现实的 而即便你就是 组织形式发生变化 这些业务都一样会存在 它基本的要点 就只要有需求 就会有供给 这是我们理解 金融机构的业务 那么第六个问题呢 我们来讨 简单讨论一下 怎么来把握分业和混业 两种经营体制 所谓的分业 就是对金融机构 业务范围 进行某种程度的分离管制 比如银行业 你不能干保险 保险不能做证券 证券不能这个做银行 而混业呢 就是允许各类金融机构 你们的业务范围 是可以交叉的 也就是说是 可以进行综合金融制度 那么两种经营体制 他们的这种层次划分 我们需要掌握 有三个基本层次 一个是在金融和非金融 企业之间 金融业 非金融业 这是第一层次 那么因为有的国家 像美国原来 Ceslubaker公司 包括Mailinsey公司 他们都是属于 他既有金融 还有一些非金融 比如说超市 零售 那些东西还都有 所以他要允许 你能不能混业 这是第一层面 第二层面 就是金融业当中 银正宝等等 子行业之间 是不是分得很清楚 第三呢 就是你这种 银行 证券 保险 各个子行业 内部业务之间 允不允许你做这个混业 比如你是银行 但底下业务里边 允不允许你做 所以他可以分层次 这个各个国家的法律 都有一些规定 那么我们说呢 关于两种金融体制 各有优缺点 那么争论也很多 但这种争论呢 大致上都是从 几个方面来考虑 比如对金融机构的 稳健经营有没有影响 对这个利益 有没有冲突啊 对于竞争来说 会不会产生恶心竞争啊 有没有利于提高 行业运作的效率啊 以及规模经济 范围经济的一个优势 比较是应该哪个更好啊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的小组同学呢 他们准备了一个 很好的讨论的话题 下面咱们掌声有请 谢谢